本土個案降到個位數 但高度關注的宗教團體群聚案 仍持續升溫 加上又有新的傳播鏈 新增的八例本土個案中 包括三例從高雄沙石廠群聚案 衍生到苗栗竹南市場的攤販 都是居隔期間應轉揚 新北加強版防疫旅館 一名護理師確診 感染源代釐清 另外宗教團體群聚案 再添四例 除了三例是參與聚會人員 傳給家人在居隔期間應轉揚 另外一例則是參與聚會的 板橋某國中生案一九九五一 他的同班同學也染疫了 外界擔憂宗教團體群聚 是否已經向外擴散 指揮中心研判 從案一九六六五行北設計師開始 傳給房屋代銷人員 是第一波接著又傳給宗教團體群聚 算第二波 現在更外擴到板橋某國中確診 學生傳給同學 算第三波 陳時中強調宗教團體群聚案外擴 還得持續觀察 但日前確診的淘機航警感染源 找到了來自一名 印尼的境外移入學生案一九五七一 基因定序完全一致 但接觸使還要釐清 對國外逐漸開放口罩禁令 臺灣會不會跟進 當然是要看著疫情的一個情況 然後做不同的一個限制 我們要完完全全都不用戴口罩 就恐怕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目前國內仍有九條傳播鏈 感染源有待釐清 指揮中心也再度呼籲民眾 盡快施打疫苗 降低染疫以及重症風險 材質新聞 陳小琦 張道勇 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